大家好,我是up主中的小月生 这期视频分享一下进阶花形的冒点与防守 首先来看一下进阶花形的进攻技能 无球时,花形可以跑动中空接扣篮 持球被打对抗时,可以后仰勾手和后仰投篮 持球进攻时,有三技能直接勾手 持球一技能转身过程中,可以扣篮 可以一、二、三段勾手 其次来看一下冒点 花形的空接扣篮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冒点在花形接球的瞬间 谢力后撤勾手和背身翻身投篮 都有被打的前置动作,且都有后撤 可以看作其他球员的后仰投篮 该冒时需要加速跟上 冒点在花形脚离地一点点的时候 球准备投出手的瞬间 转身扣篮的冒点和老花形的转身抛投冒点类似 在转身结束的时候 转身勾手一、二、三点和持木梦换五步类似 同时起跳就行 勾手一点需要注意站位 最后来说一下如何防守花形 视频开头把花形的进攻技能分为四类 无球、持球、被打和转身 无球和持球 对应空阶和普通三技能勾手 没有二段 注意站位和冒点就行 重点说一下被打类技能和转身类技能 被打是进阶化形的招牌技能 谢力勾手和翻身投篮也是最难冒的技能 防守花形时 八字真言 敌进我退 敌退我追 谢力勾手和翻身投篮 必须在靠到对手时才能使用 如果不让花形背身靠到 就会不战而去人之兵 使用鱼柱和花形对位时 有大概率直接把花形卡停造成死球 强烈推荐 如果被花形背打靠上 找花形使用技能的时机 按加速键上前盖帽 花形的顶头能力比较弱 没冒到 也能造成黄字严重干扰 大概率也是不进球的 最后一类转身类技能 包括转身扣篮和死驱勾手 内线一般在花形转身结束时 就起跳盖帽 帽扣篮和勾手一点 队友补防勾手二点 内线再次起跳 帽三点 第三个队友看见花形使用死驱勾手时 就应该加速跑过来补防 以防内线来不及补帽三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这样 点赞 关注 解锁更多帽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